這個是很有趣的 因為他是川普的法律顧問 不得了耶 法律顧問耶 但是呢 當他在指控中國大陸 在一月疫情非常嚴謹 非常緊張的時候 因為元月爆開了嘛 很緊張的時候說 那個口罩不能出口 所以我要告你 他要告他兩個 第一個 要到人權組織裡面 告他刑事罪 還要再到那個聯合國裡面 去告中國大陸 可是大家就問說 你要告中國 這個中國是一個自然人 還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 要告習主席 那你怎麼告14億人 本身要受刑事懲罰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覺得這個人學法律 學到我們都已經很 腦袋有點壞掉了 第二個呢 他剛剛要告完了沒多久呢 川普就禁止口罩出口到加拿大 那是川普自己在推特上寫的喔 所以川普個人他是自然人的 所以他本身就違反這個 一級謀殺罪了 加拿大應該是可以告川普 對 他馬上可以告這個川普 一級謀殺罪 可是你不要忘了在這個之前 德國也有禁止口罩到瑞士 在邊境板裡面攔截下來 那德國也要被告 所以美國要被告 我們也要被告 那我們台灣也要被告 蘇丹昌還親口說 我們的口罩不能夠到中國大陸 蘇丹昌也是自然人耶 這個就麻煩囉 那也就是說 那大陸也可以來告蘇丹昌 這個一級謀殺罪 這個川普這個法律顧問腦袋 是出了什麼狀況啊 到底在幹嘛 他整個團隊的這些人腦袋都 算了算了算了 不不不 說到你不說白痴治國 要說啦 人家有人家的這個利益優先的順悉 人家算嘛 人家這樣做 不過我們看起來是白痴 對他們來說 好爽 對